嘿,大家好,我是乔玉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35樣幾件過後我不再購買的物品 解釋過去捨棄的物品中 我發現大部分的物品都有共同點 為了避免自己再次衝動的消費 或是因為促銷發生的購物行為 我開始把這些物品記錄下來 整理出不再購買的清單 以下是這兩年幾件以後我整理出來的清單 分成9大類一共35樣的物品 首先是服飾類 第一樣是雪紡材質的衣服 我自己覺得夏天的時候穿雪紡材質的衣服不夠透氣 我自己本人又穿不出那種雪紡飄飄仙氣的感覺 所以我就直接放棄了 第二,布料過少的衣服 有了年紀以後就開始變得怕冷 一不必提容易手寒著涼 三,流行服飾 極簡後漸漸找到適合自己的風格 對於那些不太喜歡不適合不需要 只是為了要追逐流行的服飾 我現在都可以冷靜的拒絕 這幾年流行的寬服我一見都沒有購入過 四,快時尚 快時尚的背後殘酷真相是對地球的殘害 博取老公的權益 盲目的消費會讓我們接觸過多的化學物質 基於以上幾種原因 所以未來我不會再購買快時尚 第五,高跟鞋 因為拇指外翻的關係 穿高跟鞋對我來說就像是裹小腳一樣痛苦 斷舍離最果斷告別的物品 其中一樣就是高跟鞋 從此以後解放了我的雙腳 第六,廉價的戒指與耳環 以前曾經購入過很多副的耳環 也曾經瘋狂的蒐集過戒指 十根手指頭都想要戴好戴滿 但耳朵就只有一對 手指戴滿的戒指也非常的不方便 再加上體質的改變 只要是材質不好我都會過敏 目前的戒指只保留四個 一個是求婚戒跟結婚戒 剩下兩個呢是日系的青珠寶 未來我不會再購入廉價的飾品 讓自己的皮膚過敏 接下來是日用品 第一就是名牌包 名牌包是我自己從來都沒有購入過的物品 我自己買的包包單價都不會超過五千元 常用的包包也都是爸媽送給我的 自己買過的包包現在只有留下來一個 對於名牌包包我是異常的冷靜 完全都沒有購買的興趣 第二,環保袋 以前我非常喜歡帆布包包當作環保袋來做使用 在整理物品的過程當中 我把那些大小重複過多的袋子都做了處理 剩下的部分對我來說還是非常的夠用 以後我不會再購買環保袋 不然只是打著環保的名義行購買之實 第三,長皮夾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有錢人都是使用長皮夾的這個說法 我相信是有他的道理 主要的目的都是在教會我們重視自己的金錢 在學會正確的投資理財和幾次的金錢整理以後 我不用依靠長皮夾來告訴我我會變有錢 我是有錢人 因此開始簡化皮夾裡的卡片數量 現在使用老公淘汰不用的六卡短夾 這樣子的錢包大小是很方便我攜帶出門的 第三,大類清潔用品 第一是洗面乳 平常的時候我都是素顏 洗澡洗臉都是使用同一塊肥皂就可以解決 第二,潤髮乳 因為最近幾年不染不燙頭髮 所以不需要每天使用潤髮產品 改成每周護髮一次 或是剪頭髮的時候做一次深層的護髮 第三,沐浴乳 以前皮膚不好的時候 我連手臂、胸口跟後背都會長痘痘 用過印度美肌式的藥皂以後改善了很多 從那時候我就一直使用肥皂洗澡到現在 第四,沐浴球 這幾年急檢也開始關心環保的議題 減少浴室雜物時就將沐浴球做捨棄 洗澡也還是可以很乾淨 第五,去角質產品 這些物品都可能含有龍珠 殘留在水中數年都不會消失 進入食物鏈也很難被生物分解 造成環境的危害 如果需要去角質 我現在都是使用小蘇打粉 或是用毛巾搓澡 接下來是保養品類 第一類是美白產品 現在保養我只在乎保濕 只要保水度足夠 皮膚還是會看起來健康透亮 第二,化妝水 洗完澡馬上擦保養品 所以減少移到保養程序 可以省時又省時間 第三,只加油 因為自己的技術不好又沒有耐心 所有的指甲油都擺到乾掉也擦不完 我把剩下的指甲油 都送給幫我修剪指甲的美甲師 如果我有需要的話 在請他幫我修剪指甲的時候就可以擦了 把你不需要跟不適合的物品送給對的人 才能發揮出他的價值 第四,去光水 既然沒有指甲油 那就連去光水也可以一起做斷舍離 第五,防曬乳 有些人可能覺得防曬非常的重要 但我覺得偶爾曬曬太陽也挺好的 可以補充維他命D 那些老化跟長翠斑我都會欣然的接受 需要防曬的時候使用物理性的防曬 戴帽子穿外套 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 第六,痘痘藥 之前拍過幾件保養的影片 分享用五步驟搶救油肌痘痘肌 自從擺脫痘痘肌以後 我終於不用再花費大量的金錢買抗痘的產品 如果還沒有看過影片的話 可以點擊上方的連結觀看 接下來是興趣類 過去我曾經失心風購買很多的收藏物品 其中一樣就是杯子 現在我覺得杯子一個就可以喝水喝茶冷飲樂飲 第二是小毛巾 以前我非常喜歡收藏毛巾 就連我媽書國看到都會幫我買回來 但是我斷手離的時候 並不是把他們全部都丟掉 現在把他們拿來當做廚房的格勒餐店 讓我覺得屋盡啟用才不是浪費 第三,玻璃罐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G 就會發現我推薦很多的幾件好物都是玻璃的材質 因為他們那張一清洗又能回收 以前的我對於造型復古的玻璃罐是完全沒有抵抗力 買了很多但是都沒有再使用 現在也已經停止這種收藏的癖好 第四,扭蛋 我非常喜歡休眠系列的動物扭蛋 但我發現這些扭蛋完全都沒有收藏完的一天我就放棄了 反正在我最興奮的時刻是投幣扭下 發現自己抽中哪一隻動物的瞬間 之後我擺在家裡也不會經常的觀看牠們 喜歡動物 不如把這些錢捐給台灣房子虐待動物協會比較有意義 第五是盆栽 我是植物的黑手子 碰到誰誰倒楣 接下來是居家類的 第一種是布置品 布置品平常也是需要定期的做清潔 之前買過的玻璃罐用來裝飾就已經很足夠 所以我不會再購買其他的布置品 第二是季節性的裝飾 過年端午我們都會在大門貼春蓮綁愛草 聖誕節也會有一些聖誕樹 這些布置品我過去都沒有做過 但是生活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未來我也不會依照季節或是節慶來做布置 第三收納盒 減少物品之後我就沒有再花錢買過收納盒 因為家裡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收納 接下來是文具類 第一是筆記本 以前喜歡的筆記本就很害怕它缺貨 會一次買很多 現在我在使用的只有一本A5尺寸的活頁本 我相信產品都會推成初心 堆積太多來不及使用只會讓紙張泛黃 第二是鉛筆 我既然沒有削鉛筆記 用自動鉛筆會更簡單更方便 第三雜誌 之前買過幾次雜誌 發現裡面的內容會重複出現以後我就不再購買了 接下來是感情小物 第一就是禮物 我幾乎不會送朋友生日禮物 除非我知道對方最近需要什麼 交情又特別好才會準備禮物 我也不會期待自己生日的時候會收到禮物 朋友遇到困難出手相處 雪中送碳會比在生日的時候景象添花更有幫助 第二紀念品 出門旅遊的時候不再購買紀念品 學會好好享受每一次精心安排的行程 用心體驗生活的每個細節 第三明信片 我發現我買的明信片都是我去過的地方 那些沒有去過的地方我根本不會有興趣購買 既然我已經去到了那個地方 那我可以用手機拍照就可以了 雖然拍的照片不是特別漂亮 那如果我要漂亮的照片網路上面也可以抓到 最後一類是食物 不再購買的清單是四隻腳的動物 因為健康環保與動物等因素 我想要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成為一位素食者 我自己的做法是慢慢減少肉類的攝取 從很久以前開始我就不吃牛肉 最近幾年是連四隻腳的動物也都不吃了 希望很快會有一天所有的肉類飲食都會是我不再購買的清單 不知道你有沒有練下自己的不再購買清單 試著從告別的物品當中學習經驗 避免未來不必要的消費還可以慢慢建立起自己清晰的價值觀 極簡讓我學會做減法減少購物 消費購物與用心體驗相比 體驗與回憶來的快樂會比購物更持久 我不會因為少買這些東西而缺少什麼 反而建立起自己的選物哲學 讓我們一起聰明購物好好生活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